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菲特最喜欢看的却是关于创业和致富的书籍 除此之外巴菲特还表现出了对数字的异常敏感 他十分喜欢去计算金融上的复利利息 其实啊他对数字的敏感还表现在自己的玩具上 小时候他最喜欢的玩具是附近办公室的那个计算器 和他手腕上的一个金属货币兑换器 巴菲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自己的生意 他开始卖口香糖 卖报纸 开始做生意的那年巴菲特仅仅五岁 而仅仅六年之后 十一岁的巴菲特开始步入了证券交易市场 十六岁他就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五万美元 后来的故事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自巴菲特1956年收购了伯克希尔公司之后 他以平均每年20.2%的收益 创造了财富上的奇迹 这个收益有多可怕呢 这样说吧 如果你在1956年把一万美元交给巴菲特 那么今天就已经变成了大约2.7亿美元 到今天巴菲特身价已经超过了800亿美金 直至今日巴菲特已经87岁高龄 但他仍然极度热爱自己的工作 他常常形容自己每天踩着华尔斯的舞步去上班 毫无疑问 不管是在今天还是未来 巴菲特已经永远成了所有股民的精神偶像 前摩根史丹利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巴顿·毕格斯 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两位真正伟大的投资者 他们是史文森和巴菲特 那么这个与巴菲特齐名的史文森又是谁呢 这个史文森啊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耶鲁大学的首席投资官 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森 史文森不仅仅在投资界做出了响当当的成绩 他还在耶鲁大学教书育人 在2009年受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邀 他也成了美国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史文森就是机构投资中较富级别的人物 这本书呢就介绍了史文森所领导下的耶鲁基金 所取得的成功 并且告诉了我们耶鲁基金成功的原因 他把这些经验无私地告诉了每一个读者 而且还详细地为我们讲述了耶鲁基金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 与他们的决策过程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 这本书可以给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无数的启发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耶鲁基金的成功 第二个重点是耶鲁基金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 第三个重点是耶鲁基金的投资决策过程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耶鲁基金的成功 首先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耶鲁基金 其实啊 耶鲁基金指的就是耶鲁大学的基金 耶鲁大学呢 是美国的巴索长春藤盟校之一 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古老的大学 它也是在全球排名前十的高校 在耶鲁大学的校友中 走出了五位美国总统 十九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它的教授 研究人员 以及校友 获得了六十个诺贝尔奖 而耶鲁基金呢 就为耶鲁大学的建设与日常运作 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 在2009年 基金为大学所做出的贡献 是总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 耶鲁基金也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高校基金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耶鲁基金的年均投资回报率达到了百分之十二点九 共获得了二百六十六亿美金的投资收益 而且我们从历史数据上看 耶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相当稳定 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况 这种成功就跟他们的投资策略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么他们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呢 两个字 防御 没错 对于耶鲁基金而言 贯彻始终的防御 成就了耶鲁基金历史上的超高投资回报率 这种策略在股市处于牛市的阶段 可能看起来和其他基金没有什么区别 但股市总有艰难的时候 而一旦股市出现熊市 那么耶鲁基金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表现出过人之处 因为在股市中 你一旦亏损了20% 那么就需要赚到25%的钱 才能弥补你的损失 而一旦你亏损了50% 那么就需要赚到100%的钱 才可以弥补你最初的损失 还记得巴菲特的三条投资准则吗 第一 不要亏损 第二 不要亏损 第三 牢记住前面两条 所以 其实做到避免出现大的投资事故 稳定的每年获取盈利 就已经战胜了市场上的绝大多数投资者 从长远来看 耶鲁基金像一个长跑见将 就是这样打败了那些看似威风一时的基金 所以啊 在文中就写道 耶鲁基金在构建投资组合和制定投资策略时 就非常注重压力测试 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与众不同的三点 第一 所有预期收益 一定要经过各种噩梦般的情景假设 第二 投资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专项会议 对投资组合的每个方面进行考察辩论 他们相信 只有经得起反复测试的结论 才值得被持续有力地推行 这一点已成为传统 第三 无论是选择基金经理 还是配置资产 为了保证投资策略的顺利实施 一定要时刻参考被市场屡屡验证的历史经验 争取把潜在的风险和困难 在发生之前就果断地排除 我们可以总体地总结一下 耶鲁基金成功的六个因素 耶鲁基金的投资策略是贯彻始终的防御 这种策略使耶鲁基金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避免了大的投资失误 耶鲁基金客观友善的投资文化 互相尊重的工作人员 有责任的投资人 有才华的基金经理 就在耶鲁基金这种友好的投资文化中 宁为一体 在其中 您可以发现耶鲁基金的团队 既充满了严谨客观的态度 同时还不缺乏人情味 耶鲁基金这一种客观友善的投资文化 源源不断地激发了这些基金经理新的灵感 而这些新的灵感又传递给了耶鲁基金 我们之前说到过 耶鲁基金对于耶鲁大学的建设 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 所以史文森和他的团队 肩负起了他们的长期责任 并且处处为耶鲁大学着想 耶鲁基金最成功的因素 最终还是归结于人 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财富 都是人类主动创造的 而耶鲁基金培养了大批著名的基金经理 这不仅为耶鲁基金自身创造了利益 更是为整个金融市场 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 耶鲁基金的人脉关系网最广 我们之前说过 在耶鲁大学的校友中 走出了五位美国总统 19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的教授、研究人员以及校友 获得了60个诺贝尔奖 这种优质的人脉圈 是耶鲁大学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们也随时分享着 有价值的见解以及信息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 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耶鲁基金的成功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耶鲁基金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 土耳斯泰有句名言 幸福的人生往往相似 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 而这句话用在金融市场里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成功的投资者往往相似 而失败的投资者 却各有各的失败之处 不管是史文森这样的 机构投资的大佬 还是秉持价值投资的巴菲特 以及著名的国际炒家索罗斯 这一类成功的投资者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那就是遵循着连贯一致的投资理念 并且自始至终地 将其应用到投资组合管理过程的 每个环节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 投资组合管理工具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资产配置 择时和证券选择 我们先来说说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是任何投资的第一步 在金融市场中 有一个公认的投资法则 就是合理的资产配置决策 决定投资收益 择时和证券选择的作用 反倒是次要的 也就是说 资产配置的好坏 与收益直接相关 那么投资机构 又是如何进行资产配置呢 答案是选择并定义构建 投资组合的各种资产类别 然后再去定义 各资产类别 在投资组合中的比重 比如债券 股票 现金 以及各种贵金属 外汇等等 这些投资品类 分别在你的投资组合里 占有多少的份额 当然 如果详细地来说 那么资产配置 就是股权偏好 再加上分散化投资 为什么会有股权偏好 这一说呢 因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 就可以看出 美国股市是长期处于牛市的 尽管在二战之后 美国发生了数次经济的大萧条 但股市还是上涨了超过60倍 因为美国的股市 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股票交易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 股市才真真正正的是经济的晴雨表 我们在这儿拿股票和债券 做一个对比 你应该就明白了 为什么投资者往往会偏爱股市 如果我们在1925年 把一美元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债 通过80年的利滚利 那么这一美元将会增加到18倍 也就是18美元 这个成绩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因为通货膨胀 很有可能80年后的18美元的购买力 还不如80年前的一美元 如果你是80后的朋友 你就可以切身地感受到 通货膨胀的可怕之处 在你小时候 可能一只冰糕五分钱 一碗馄饨三毛钱 但是在短短20年之后 这些物品的价格 恐怕翻了20倍不止 而如果在1925年 投资一美元到美国长期国债 那么80年后 你的收益会增加到原来的71倍 也就是说 在80年后 这一美元就会变为71美元的收入 而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股票 如果在1925年 投资一美元与普通股 那么在80年后 你的收益是2658倍 也就是说 当初的一美元 已经成为了现在的2658美元 而我们再拿71倍的 美国长期国债 以及18倍的 美国短期国债与之相比 就显得小屋见大屋了 所以 长期投资组合 要偏重于股权投资 有句话说 以史为鉴 可以知星替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投资股市的收益 要远远大于 投资债券的收益 接下来 我们来讲讲 资产配置中的 分散化投资 我们经常说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因为一摔 很有可能就全摔碎了 其实在股票市场中 分散化投资 也是这个道理 分散化投资之后 预期收益并没有强低 但却降低了风险 对投资者而言 这样好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呢 而做好了资产配置之后 下一步就是择时 所谓择时 就是选择一个好的时机 来进行资产的操作 比如说 在一个时间点 如果股市已经明显出现了泡沫 那么这个时候 基金经理就可以减少持有的股票 转而去持有债券 而如果股市已经明显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 那么基金经理就可以减少持有的债券 转而去投向股市 而最后一步就是证券选择 比如选择标准普尔500指数 还是纳斯达克指数 选择美国的短期国债 还是长期国债 这都与最后投资组合的收益息息相关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耶鲁基金的投资决策过程 在每年年会的时候 耶鲁基金就会决定当年投资过程中的资产配置决策 其中资产配置目标的指定与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为这就直接影响了当年的投资收益 那为什么需要讨论政策性决策呢 因为在市场疯狂或者低迷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跟随大众 或者其他投资机构而做出的错误抉择 曾经耶鲁基金就在这上面差点吃过很大的亏 在1987年10月的时候 美国股市在经历了几年的牛市之后 突然发生了暴跌 很多机构的基金一夜之间蒸发了上亿美元 然后在1987年底或者1988年初的时候 耶鲁基金就针对暴跌开了两次特殊的会议 这两次会议讨论的焦点在于 要不要减仓股票 加仓债券 但会议最终的决策结果 还是在股市低迷的时候 选择了加仓股票 减仓债券 以此来平衡他们所持有的比例 事实上他们对了 除了聚焦政策性决策呢 还要注意的就是如何面对投资决策中的各种挑战 我们可以把投资决策中所遇到的挑战 一般归结为三个 分别是短期思维 基于共识的投资行为 以及逆向投资 我们先来说说短期思维 短期思维指的就是 不追求长期的胜利 而只关注短期的收益 追求及时的竞争和胜利的这种思考方式 短期投资方法不仅仅成功的概率小 而且冒的风险也非常高 在这样的追求投资迅速获利的策略之下 基金经理很难找到这样的机会 而真正的长期投资者 却可以从他们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中收益 一般来说 长期投资者面对的风险 要比短期投资者小得多 这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比如不要频繁交易 因为你发现 频繁交易的投资人 基本上都缴纳了昂贵的手续费 而且赚不到钱 几乎都是亏损 除了短期思维 会影响着投资人的投资决策 还有一个就是基于共识的投资行为 在20世纪50年代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阿希 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实验 他把一组人 比如七个人放在一起 其中六个人是串通好了的 这个实验中 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实验品 这个心理学家就拿出了两段 一模一样的绳子 让这七个人比较他们的长短 前面那六个人 异口同声地说 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 第七个人 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 虽然有疑虑 但是往往还是会判断 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 这个实验就说明了 人性中的从众效应 所以在投资市场中 逆向投资 往往只能有比较小的团体 来进行决策 因为如果团体的人过多 那么就会出现从众效应 人类为了达成某种共识 即便是明显错误的观点 他们可能也会接受 这个实验还说明了 一旦同行的错误判断形成共识 那么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 而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上 来思考一下 如果一家机构 用标新利益的方式失败了 那么基金经理就会丢掉工作 而如果用传统的投资策略 即使失败了 但至少可以保住工作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冒这种 没有必要的风险呢 作者就这样评价 这群基金经理 他们宁可循规蹈矩的失败 也不愿面对打破传统 取得成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短期思维 与基于共识的投资行为 另一个我们投资决策中 遇到的挑战就是逆向投资 逆向投资往往就要求投资人 有与众不同的能力 不能跟随大流 而且还要特立独行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很多投资的成功案例 都源于逆向投资 但逆向投资的意思 并不是股价越便宜就买得越多 而是根据公司的基本面 认真分析 这样既可以为自己的买入 提供充足的理由 也可以在受到质疑时 增强我们的信心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 也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 耶鲁基金的成功 耶鲁基金呢 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高效基金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耶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达到了12.9% 共获得了266亿美金的投资收益 这种成功在笔者看来 有几个原因 首先应该归功于 他们的投资策略 这个投资策略 就是贯彻始终的防御 也就是说尽量避免亏损 然后就是 耶鲁客观友善的投资文化 这种客观友善的投资文化 源源不断地激发着 耶鲁基金这些有才华的基金经理的 无限灵感 而这些灵感又反过来 让耶鲁基金做得更好 其实啊 耶鲁大学最成功的因素 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人 最后一个原因是 耶鲁基金的人脉广泛 他们乐意在行业交流和分享 其次我们讲到了 耶鲁基金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 耶鲁基金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 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资产配置 择时和证券选择 资产配置 一般都偏爱 股权投资和分散化投资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投资股票的收益 是远远大于美国国债的 而分散投资 却可以在不降低 任何预期收益的情况下 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资产配置之后 就是择时 所谓择时 就是选择一个好的时机 来进行资产的操作 而最后一步 就是证券选择 选择什么股票 选择什么债券 其实都与你的收益息息相关 最后 我们讲到了 耶鲁基金的投资决策过程 在每年年会的时候 耶鲁基金就会决定 当年投资过程中的 资产配置决策 其中 资产配置目标的指定 与政策 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为这样 就可以避免 在市场疯狂 或者低迷的时候 跟随大众 或者其他投资机构 从而做出错误的抉择 除了面对政策性决策之外 作者把投资决策中 面对的挑战 分为短期思维 基于共识的投资行为 以及逆向投资 短期思维指的就是 只关注短期的收益 追求及时的竞争和胜利 短期投资方法 不仅仅成功的概率小 而且冒的风险也非常高 然后就是基于共识的投资行为 这就是一种从众心理 而从众就意味着平庸 相反 做出逆向投资的选择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需要你去认真分析 公司的基本面 这样既可以为买入 提供充足的理由 也可以在受到质疑时 增强信心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